中華隊殘葬晚風12強副賽首戰0比2 吞敗只是單場台灣隊長成間線就奉獻散安 全場角受7安打卻多達6局都有殘壘 輸給委內瑞拉 輪到是結線來了 昨晚也憑飛安打回顧這場賽事 一開舉成間線氣勢很旺就上壘 是東京巨蛋首安 更是連5場都敲安 最憑林志勝 王伯榮 胡金龍的對時紀錄 現在結線繞過1點之後 現在要衝2點 打擊真的沒極限 但就插著3四步插點就上壘 但委內瑞拉也發威 還有這一棒把球打成了在左半邊 黃子鵬被敲出12強的首支安打 接續培瑞茲左外延兩分砲 幫助委內瑞拉先持得點 老虎投完4點2局也先下場 但接續中華隊打線就一直插 離門一角 打成了在右半邊方向 哇呀 接連出局 5局上中華隊 最後是滿壘殘壘措施 得分機會 接續進攻卡關打線也被封鎖 委內瑞拉單場就出動8頭手 使用牛捧車輪戰輪流壓制中華隊 但我們也不是省油的登恩要好好守住分數 接續下中華隊靠著林家鎮 牽制出局守住分數 展現完美的雙殺手臂 而仗義人勝初次也登板東京巨蛋 話局數頭球12球解決4人次 算最後中華隊無緣拿下首勝 巨蛋王曾宋恩也沒機會開轟 但緊接第二站二十二號中午就要登場 要對決晚間五賽事的美國隊 中華隊要力拼守住賽程優勢 拿下首勝 這部新聞 綜合報導